在过去生态记录 台湾水路大多出现在2000公尺以上的海拔高山 不过近期 平科大在泰鲁阁架设的自动相机 捕捉到水路在大清水山区的身影 而且发现的海拔降低到了600公尺 象征保育发挥了成效 只是在桃园却出现了生态警讯 往年冬季炎压最丰富的红糖皮 在整件环湖步道等等设施之后 近年野鸟的数量屈指可数 让保育团体相当担忧 三只水路在山坡上自在觅食 偶尔还会雷场角力赛 活蹦乱跳的样子十分可爱 台湾水路过去常在2000公尺以上的海拔线中 不过近期平科大在泰鲁阁设置的自动相机 在大清水山区低海拔约600公尺处 惊喜捕捉到台湾水路的踪迹 令专家大为惊喜 保育观念重视 而且生态的气力富裕非常的快速 所以台湾水路才会逐渐往东移动 水路往低海拔出移动 象征着富裕大跃境 只不过游遮千堂之巷的桃园 却出现生态警讯 野鸟学会专家拿起望远镜 仔细观察鸟类生态 近期却发现皮糖的野鸟变少了 专家发现官营区往年冬季 燕鸦最丰富的红糖皮 在整建环湖步道后 生态受到破坏 近期野鸟的数量变得趋止可数 未来如果说要兴建 在湖边做一些游戏的设施 其实要从生态跟人的角度一起去考量 野鸟专家们就盼是否能正式警讯 在建立方便人类行走的设施时 也能多方考量棋息的问题 别让鸟类捂出去 接下来欢迎桃圆总和报道